11来南京不花冤枉前的一天一夜宝藏及吃喝攻略 早上去方婆一晚吃个原校糖玉苗或者胡辣汤 带来一杯只有南京才有的13茶 推荐18的桃叶乌龙 中午可以去老门东 一匙牛肉锅铁鸡鸣汤包 鸭油烧饼梅花糕 想吃面条去路子铺的大肉面 或者吴亦凡打卡过的江南春 下午可以去柯巷 福音板栗刚上市 趁一袋鸡蛋糕带一只童子鸡 去鸿福来一份四人份的皮肚面 爱吃鸭的去夜心小吃尝尝鸭血粉丝 回去时记得打包一份金红新的烤鸭 或者杰伦吃过的陈家鸭子 最后本地人都爱的活猪子 一口赛神仙 你们敢吃吗 你说我这一勺女赚多少钱 不花一分钱也能拥有两千块钱的贵物银 就是这座超级美的兰蔻玫瑰花海 好多帅气小哥哥呀 我的人生结婚 首先就是玫瑰花园区 哇好香啊 这应该是全南京玫瑰花最多的地方了吧 上万朵这玫瑰促成的玫瑰花墙 而叫鸣地贝啦 还有这面360度的面霜墙 这样都是我的就好吗 再往里面走就是玫瑰花海 网红的打卡片哦 穿好出篇的玫瑰花海 抛出花瓣就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 最里面就是金纯实验萃取区啦 主要展示玫瑰精华的提取技术 蓝蔻金纯产品的试用区 小哥哥的服务也太好了吧 所有产品都可以免费试用 一千多的金纯眼霜主打淡化细纹 两千多的金纯面霜主打炕了 果然都是贵妇的味道啊 买一瓶面霜就送这么多东西啊 优惠力度超大超划算 别忘了这边的游戏曲 玩游戏还可以赢到国外的进口玫瑰 外面的拍摄机 还可以领取蓝蔻金纯系列的体验装 简直赚发了 赶快艾特你的闺蜜来装商场打卡吧 月薪三万的人迟到了 嗯我知道 这边我再联系一下 不然我再找人做一下 月薪一万的人迟到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把昨天做方案做的凌晨不好意思 我先来一下不行啊 好好好 不好意思 月薪三千的人迟到了 完了完了 这种地上次迟到了 到了地铁还这么远 打车还这么贵 嗯 这什么 这次出行都能真是A强了好玩啊 哇 免费领取出行又会这样 赶紧多拿了 全公司都不会迟到了 We are the champion 下班后 上马上快来快来 我信息马上到了 就靠T3的你吃个玩意了 包女满 今天做好点哦 这个九龙湖攀的补锦餐厅 老板36岁走遍了大半个世界 只为逛各地餐厅 回来就把龙虾做出了108种花样 青水龙虾上树 蜂蜂蜜化眉龙虾 麻田奇味龙虾 青蒜芝士龙虾 松衣钩龙虾 竟然还有地中海味的龙虾 我你妈你是把全世界的小龙虾都搬来了吗 他的家龙虾个头超大 咳红塞尽 股子白白 虾黄都要冒出来了 南京的虾那么鲜甜 据说有人为了吃一口老板的龙虾 从云南大飞逼过来 我们家的虾 南京吃出螃蟹味的 老板的拿手好戏 是10秒剥4只龙虾 你能给我剥的更快吗 如果能 你想吃多少 我给你剥的 剥的 这是南京首家级 诺丽塔JK汉服为一体的三K实体验 200多件小裙子 100多点衬衫 不定时尚心 40家原创国牌 都可免费试穿 诺丽塔的裙子也太好看了吧 甜美的古典的 暗黑的软萌的风格 应有尽有 100多件现货JK格群 各种JK领带领结 随便打 别人还在等发货 我已经穿在身上了 最美包的彩虹鞋墙 我羡慕了 臭线的汉服 穿上立马可以穿越找寒寿 二龙三种风格不仅 想想才是怎么拍 别说了 别说了 喝了99个本地人 才总结出了 只在南京吃到的 正宗南京味 吃面来 将南春开了30年 一道饭碟全是人 没有凡饭打卡 同样有名 吃烤鸭认准成家鸭子 60多年鸭子店 活鸭当天现烤 连小公主朗朗都抵抗不了 吃汤包就去笑云开 三代人做了23年的汤包 每天卖出600多笼 连南京牛肉泥泥都爱 一定要拍个同团照 吃鸭血粉丝汤到燕心想吃 喂饰美食节目的常客 老板碰了20多年粉丝 经常还没开门就有人排队 吃锅贴就去礼记 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 正宗七家湾牛肉锅贴 一出炉就被抢光 想吃一定要有耐心 如果你有朋友来南京 赶紧爱他他 这家贵州飞移手舞米粉 至今有200多年历史 5分钟就能出一碗米粉 一定要吃热吃 吃的就是这 真粉丝裹鸭鸡味 店内的菜最贵也才36 贵州当地的香肉粉 是你肯定没吃过的传心版本 南京人爱的肥旺手舞粉 麻辣肥肠太上头了 我为这赖粉彻底真实 淋上油锅辣 看着就要流洪水 卷着吃的卷粉 咬开能吃出米香 果然是纯手工作 又顺滑又有任劲 南京的水好 比我们老家做的粉更好吃 光凭米和水的磨合 你将在石墨的积压下 承受着他这个年纪不该沉 据说老板去了趟贵州 爱上了当地的草木燃和蜡燃 回来就把店里的布全坏了 因为这几块布 我在贵州开了个染坊 当地人有工作 我有布都挺好 这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咖啡店 服务员竟然是这羊驼 还有宁愿 这只优雅的羊驼 叫张一驼 爱吃草爱点凳子 喜欢跟漂亮姐姐合影 毛软软的 身上是奶香味的 性格超温水 根本不会吐口水 还可以换上洛丽塔的衣服 系不同品种的包 每段加杯布 店里猫咪的总价 可以在南京做个手术 只要你有吃的 张一驼就会乖乖跟你走 满眼都是你 好想自己养一只 一只也丢十来万 来一只 嗯 肉奶茶店地味不满的甜水 没有一个女孩 都通着这次走出来 分量超速的红豆鲜奶 茶拉丝鱼 软肉红豆 配上老红糖汁 姨妈气的我 都连吃了半个月 Q弹的凤梨冻 吃不吃得到全看缘分 吃了这么多果冻 还是忍不住对的心动啊 用这个路牌的大肥传统冰粉 太清凉了吧 带来一口漏奶花 出来混总归要胖 既然喝凉水都胖 为什么不喝糖水呢 挑战吧 奶茶店 所有奶茶都点一点 要多少钱 老奶茶店好 你好 咱们这一共多少种奶茶呀 呃 我也不是很确定的 那不管了 都给我来一份吧 你确定吗 真的 做吧 你的奶茶都好了 奶茶一共是44种化的 888元 这副盆子冰沙 太粉嫩了吧 这副盆子冰沙 非常珍珠鲜奶 是什么神仙搭配啊 我还想再加一份 不滋味 百香鲜橙绿 好喝 你买这么多不浪费吗 你买 这可能是南京最好找的一家茶餐厅 来我们怎么吃鬼到河咩 滑海路哪里失了 哪里就是我们的店铺 治愈西冰湿料理 要是没有两个味 我确定还是别来 昨天小巴巴一按就爆章的 熔岩菠萝包 简单率高达100% 不不及留心 反而又来 切开的样子 真的很靓仔 天堂那样子 也真的很狼狈 古食无法的纸油鸡 居然是米其林三型 刚上桌布蒸汽的眼泪 就从嘴角流了出来 零度冰镇咕噜肉 日神同款小滚叉烧 游薪双蛋牛排饭 鲜嫩不顺的佳人滑蛋 老板给了我很多变胖的机会 我全都抓住了 在南京 我没见过第二个 这么爱和鸣教育的老板 牛见到他都要连夜买掉小桃子 只选用四岁以上的铜光牛 连从林贵川打VD来 一头牛的铺肉量只有37% 骨瓜纸更是小到1% 每片肉的厚度 都超过0.8毫米 等在我这里切肉 最少练上5年 5年 即便各种讲究 最贵一盘也不超过48 熬制7小时以上的牛骨头 里面全是牛的灵魂 我被这个手工牛肉玩 彻底真了 每天现打两次 想吃全靠巧 糖水也是一绝 羊枝干露 烧鲜草双皮奶 全都不输甜品店的水平 居然进店就送 这么大方 不会亏本吗 没事 老房在广东有三栋楼 这可能是南京最接地气的牛排店 谁规定牛排整个 谁会平吃呢 比脸还大的战俘牛排 老板看个笑吧 确定不是说人家 来自新斯兰的圆切肉眼 既然嫩嫩要爆汁 还能自选酱呢 黑胡椒酱番茄酱 全都满满美三味 连派在一面都用肉酱现成 面条不够 可以在家 没有比这还透明的厨房 五分钟能出七份餐 像吃生蚝一样吃牛排 吃东西嘛 就除了吃牛排 穿着人自脱吃牛排 你要来试试吗 抖音正在举办浪计划活动 想成为和我一样 能吃的美食神态吗 想在这个夏天 一起浪吃浪饭浪起来吗 快来参加抖音浪计划活动 点击话题即可参加